太上郁 卧府无门为人至招 太上郎君说 人的卧府本来就没有一定的门路 全都是自己招来的啊 已经半夜了 大家都睡着了 当然这位宋朝的汉林院大官 魏仲达也不例外 正香香的睡着 可是他做了一个梦 魏仲达 你就快快的跟我们到地府去吧 迎接的主神快要见你 去吧 记录魏仲达坐过的 三世二世侧子沉上来 是 再去把秤子拿过来 把上二之侧放上去秤秤看 我年纪不到至十岁 哪会犯这么多的过失罪恶呢 只要你一个念头不正 就是罪恶 何必等你去犯 比如你一看见美女 心里就动了坏念头 虽然你没有真的去做 却已经是罪过了 哼哼 那么这本小小的上册里 到底是记录我什么事情呢 重量怎能抵过另外这众多的二侧呢 皇上有一次想要新建大功臣 修山山地方的石桥 你上咒劝皇上不要修建 免得劳民伤财 这就是你的咒章底稿 但皇帝不听 还是新宫 对那件事情的进行仍没效用 这份书表 怎能还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呢 皇帝虽然没有听你的建议 但是你的这个念头很真诚 是为了百姓着想 要是皇帝果真听你的 那么你的功劳将会更大 如果你可以用这样的心来帮助别人 并不困难 只可惜你恶念太多 所以善的力量因此少了一半 而你的官位也没指望生到宰相了 来人啊 把他送回阳间 呀 后来果然如主审宽所言 魏仲达只做到吏部尚书 而没有做到宰相 可惜啊 仲达的二只是空有恶念而已 并没有去做 尚且折损了他县世福堡 而仲达的三只是空有其言 而并未被皇帝所踩行 但是他这三的力量竟然却胜过了堆满整个庭院二侧子的力量 看到这个例子就知道如果真的去做了善事或恶事 那么善或恶的力量就更大了啊 可见的念头的启动处也就是祸福之门啊 行善如春圆之草 不见其长日有所争 行恶如磨刀之食 不见其损日有所亏 所以祸福都在不知不觉中移动真简 没有智慧的人是不容易觉察的啊 当朝的六祖慧能大师说道 一切福田不离方寸 佛经也讲 提胸或福皆由心照 善恶之报如影随行 善恶的报应就如同影子跟着身体一样 人到哪里影子也跟到哪里 永远都不分离啊 清朝崇明地方 一位叫黄勇爵的人 有过这样的一段故事 这位先生 我看了一下您的面相 断定您只能活到六十岁啊 不会吧 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 所谓修复既得 只要您多做善事 相信会有好报的 我会谨遵教诲的 谢谢向事相告 某天 南洋上一艘游船路上的大风浪 情况非常危急 这消息传到了黄勇爵的耳里 老爷 南洋上有艘游船遇上风浪 就要成了 什么 你赶快派人就进买艘船去搭救他们 还好搭救的船即时赶到 超顺利的解救了这一船人 这一船十三人全都顺利的就上岸 马上向黄勇爵表达感恩之意 黄大安公 若没有您的搭救 我们早就命上海底了啊 我救你们并非要得到回报 只希望你们都能平安无事就好了 黄勇爵在无形之中为自己种下广大的应得 这天黄勇爵又在街上遇上了那位向士 黄先生你满脸的印字文想必是做了什么大功德 您的命运将有重大的转变 不但可以活到高手 而且会有个儿子将会考取到好功名了 真的吗 真是感谢向士的指点啊 老爷真是可喜可贺啊 夫人刚生了个漂亮的胖儿子呢 真的吗 快让我看看 果然如向士所说 黄勇爵得到了一个儿子 叫做黄振凤 而且在康熙几位年考上会试的榜首 而黄勇爵果真活到九十几岁高龄 没有任何病苦得到善终 由此可知 天道是如此可信 只要去二维上 一定会有好报的 不履邪境 不期暗示 凡是不震惊的地方 例如赌场 妓院 舞厅 鸦片 烟馆等 都要视为邪境 决定是退避不去 就是在阴暗的房间 别人所看不见 听不到的处所 也就是善恶财风的界限 都能够振心诚意 丝毫都不愿意欺骗人 明朝有位尚书大人 是江苏无限人 正往他做了一个梦 天气好好哦 那梨子好像很好吃啊 再两个梨子 来尝尝吧 我刚刚去羊站梦里 偷吃别人的梨子 这一定是因为我平常 对义和丽认识的不够清楚 所以才会梦到 偷吃别人的梨子啊 羊主为了惩罚自己 几天都不准自己吃饭 车中这位是汉朝的东来太守杨正 这天正巧路过了辖内的属县 这里的县令王密是他当年推举的人才 老爷这不是你的恩师吗 是啊 今晚还得去巴结巴结他呢 知道该准备什么吧 到了夜晚 王密带着黄金来拜访杨正 恩师啊 要不是当年您的大力推举 学生我怎能有今日一番成就呢 这点心意还望您笑纳呢 身为朝廷命官 为国家举荐人才是理所当然的啊 杨正执意不收 恩师啊 这黑夜之中 不会有人知道的 收着吧 这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如何说是没人知道呢 王密听了感到相当惭愧 知谈不如 日后杨正升到了山宫的显赫地位 全是因为他有如此高尚的情操呢 记得雷公 记得就要像季前一样 渐渐的雞就渐渐的多了 雷公就要像竹长一样 渐渐的竹就渐渐的高了 现在的人都知道 斗燕山有五个儿子 都相继得富贵荣贤 怎么知道他这五个孩子出生的时候 都患有重病或是残肺 后来全都是靠了斗燕山拼命制成的 鸡公累行才能十五个孩子病育 健康而荣耀贤啊 由此看来天人感通是如此的容易 愿天下有心人 他的磁心偏激到了万物啊 话说汉朝的杨宝在九岁时 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 诶 这是小黄雀耶 真空 小黄雀受伤了 小黄雀受了伤掉在花园中 于是杨宝就将小黄雀带回家照顾了 杨宝很细心的照顾小黄雀 所以小黄雀康复得很快 几天后 在杨宝的细心照顾下 小黄雀果然很快就康复了 哈 你眼睛好了耶 走 我带你到外面去 好了 你眼睛康复了 也该回家咯 路上要小心 有空记得要回来看我哦 于是小黄雀平安的回家了 这天 一位黄衣人前来找杨宝 我是西王母的使者 在我前往蓬莱的途中 经过这里 使遇到灾难 还好被您解救了 为了感谢您救命之恩 我想送你这四个玉环 他们将使您的子孙 能够关注到山宫的地位 而且他们的品性操守 都将像这玉环一样洁白 诶 人呢 后来杨宝生了杨镇 杨镇生了杨炳 杨炳生了杨刺 杨刺生了杨镳 一共是祖孙世代 全都做到了山宫 而且品性操守相当清白 在当时的确无人能比呀 中校 唐朝安史之乱时 郭子怡修复了长安及洛阳 远远超过其他将领的战功 但因为戴宗皇帝时的宦官权势很大 让郭子怡被闲置很久 部下也都离散 这时土藩突然造反 徽兵进攻京城 皇帝正经急忙带领文武百官直往散州避难了 其他大将因固满宦官专权 皆勇兵至重不愿前往救将 只有郭子怡集结了二十位忌兵 立即前往散州解救皇帝 途中他又纠合其他将领 大将旗鼓到处点火 使土藩身移军心幻战 但土藩又会同回合 再会大军攻打中原 唐朝将领多不能及时前往宝贵京城 唯有郭子怡单枪匹马的前往说服回合退兵 还大破土藩军队 郭子怡虽然拥有强大兵力 但对于皇帝的诏书 他总是马上前往境界 因此不管宦官如何在皇上面前敬禅言 丝毫都不动摇皇帝对郭子怡的信任 后来郭子怡被封为焚羊王 他的八个儿子七个女婿皆做到高官 他的后代皆是显赫无比的雅 有替 做人家哥哥的必定要有爱弟弟 做人家弟弟的必定要尊敬哥哥 这天汉朝的天真和两位弟弟正在讨论分家场的事 爹娘都走了 我想我们也没必要住在一起了 对啊我们分家好了 我赞成就分家吧 于是他们就开始进行分家的工作 爹娘留了这些财产 我们把它们分成三份吧 一人一份公平公平 于是这三兄弟就把所有的财产都分成三份 咦大哥小弟这里还有棵树耶 可是打这一棵怎么分呀 干脆也把它砍成三份一人一份公平嘛 对啊怎么没想到呢 还是大哥聪明 哼这还用说 现在玩的我们明天就动手吧 一旁的紫金树 听到这三兄弟准备要将它分成三份时 竟然马上就枯萎了 哼你们看这个树怎么突然枯掉了 是啊刚刚明明还好好的 唉我知道了树本同树啊 当它一听到我们要把它砍成三份 就伤心的枯萎掉了 看来这树还真有理性啊 那我们这个还长着要分家 好像比树还不如啊 啊我们好惭愧啊 咱们别砍它好了 没错 就这么决定吧 这时候紫金树竟然奇迹似的活了过来 还一遍不如爱然呢 哇到我过来了 我看我们别分家好了 是啊就一起生活吧 从此以后这三兄弟就非常快乐的生活在一起 田家兄弟真好耶 能够这么和睦的生活在一起 真是不简单啊 古人将兄弟比喻为手足 这是说兄弟不可分离的意思 就像树木不可分成三份 否则会枯萎善尽的 正己化人 先是端正自己 还要去劝化别人 共同存着善心 共同去做善事 后汉有位叫诚实的正人君子 待人宽厚 处事公正 若有什么争执之事 都会请他出面裁判 诚实总是能做出准确的判断 并说出对错的道理 令人心服口服 互相礼间就流传了一句谚语 您可被官府择罚打板子 千万别被诚实点名说缺点啊 这天夜晚 诚实家来了个偷儿 偷儿躲在屋里的梁上 被诚实发现了 于是诚实就招呼 全家大小集合起来训话 人不可不自免啊 不善之人未必是他本来就饿 只是因为他经常做坏事 养成了习惯 一时改不过来而以至于此 就像咱们家无粮上的那位君子啊 对不起 我知道错了 请原谅我吧 只要你肯改过向善 我一定会原谅你的 诚实和颜月色劝导他 还送他两匹圈布 勉励他要痛下决心改过 诚实如此的作风 居然改化了整个镇 从此以后 县里最没有盗窃的事情发生了 不张人短 不炫己长 这天晚上春秋的楚庄王 正在宴颈群城 突然间 小姐 你真的好漂亮哦 晚上要不要跟我出去玩小姐 你真的 越看越漂亮 嘿嘿嘿嘿嘿嘿嘿 不知道是誰啊 趁著黑暗之中不吃我豆腐 這是我從他頭上 拉斷的木袋 耶王要替我做主 我驗群群的目的 就是希望他們都能夠 喝得盡興 現在有人喝醉濕了禮 總不能為了彰顯愛切妮的奇操 而去凸顯層質的故事啊 但若沒發生過 你就原諒他吧 蠟燭既然熄了 就別點火了 與寡人饗宴 若沒把自己帽帶拉斷 就是沒盡興了 於是大家都把帽帶拉斷了 靜歡而散 後來 楚莊王與進軍作戰時 被進軍團團圍住 十分危機 就在這個時候 楚莊王看到一位勇士不怕死 奮力與圍剿的進軍作戰 順利的解除這個危機 請大王饒恕 請大王饒恕 從小父親就過世了 所以他奉樣母親非常盡心 在他十二歲的時候 在他十二歲的時候 就被魏廣平王所重用 他就會集結大家 當場把他們的借據燒掉 現在 你們已經沒有欠我任何東西了 隔年春天 他還拿出種子 分給貧窮的農夫去耕種 因此救活了許多人 不但如此 若是遇上往生的使者 家人卻沒錢辦傷事 他就會自助賬你的費用 也是天真真是菩薩轉世啊 因德就像耳鳴一樣 自己聽得到 旁人是不知道的 現在您都知道 如何能叫做是因德呢 這天 一位天神來到他的夢裡 上帝加許你積了許多因德 要是你後代子孫昌盛無比啊 從前有一對兄弟 每隔五天 就輪流供養母親一次 弟弟生活較為富裕 哥哥卻很窮 這天輪到哥哥奉養母親了 相公你看 我們家的蜜蜜只剩下三天的份 恐怕會餓找母親啊 沒辦法了 我看還是請母親先到弟弟家中 咱們日後再將這段日子補回來 嗯 也只好這樣了 於是哥哥就向母親報告自己的窘境 並請母親先到弟弟家接受奉養 母親答應了 並前往弟弟家 母親將哥哥的意思轉達給弟弟 弟弟卻偷偷地叫妻子把食物藏起來 母親啊 母親啊 不是我不養人啊 實在是我家的糧食也沒有 抱歉 沒辦法答應這樣的要求啊 母親聽了很傷心 準備回去哥哥家 這時候突然雷念焦家 天上披煞了一道雷 剛才把這對不孝的夫妻給打死了 從前有位王老師教導學童非常的盡心盡力 而且不計較學費的多少 相當受人推崇 天地均親師 是並列在一起的呀 只要孩子拜我為師 那麼他終身的成敗與融入 身為老師的我都有責任 若老師不能盡心盡力地教導學生 反而還誤人之地的話 這根由依誤人致死的罪過 是一樣重的 王老師特別喜愛說 校替的故事給孩子們聽 求學問的人要先端正自己的心素 而後才學習文藝 先把自己的本分做好 而後才輸人 若一個人在校替方面有所虧欠 縱然他才華洋溢 還是不值得受人重視啊 王老師晚年得子就是文康公 大家都認為這是他盡心教導子弟的好報呢 受恩不感 唐朝的史無慰與張崇禎 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史無慰家中貧窮 身為好友的張崇禎 就經常地幫助他 使他的家人衣食無缺 還拿錢支助他做生意呢 可說是善心了朋友的道義 果然不到幾年 史無慰就發了財 多虧了張崇禎這樣的好友 讓史無慰重新振作起來 某天 張家是火 把張崇禎所有的家產都上去金光了 在酒頭無路的情況之下 他決定去請好友史無慰幫忙 幫忙他贊渡難關 師兄 張兄突然來訪 怎麼沒事先通知好派人來接你呢 唉不用麻煩了 我有些事想找你幫忙 於是張崇禎就把家中的情況告訴史無慰 這張兄啊 我最近手頭緊 抱歉沒辦法幫你啊 張崇禎對於好友的忘恩賦義 感到心灰意冷 不然 天上飄來一朵大霧雲 雷電交夾 一雷正巧遍在史無慰身上 當下 史無慰竟變成一頭牛 肚子上還出現 復興史無慰幾個大志 過沒多久 這條牛也就死了 演唱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